Hello, 大家好, 由我飛俠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這雙 Jordan 270 Mars 其實這雙鞋主要是沒什麼穿過的 只是穿過來踩, 我在家踩了十年二十步 或者多過這個數路 其實為什麼會買這雙鞋呢? 因為雖然它在香港是一雙屬於 Like會員專項 其實大家都登記了做Like會員的網站 就是會員專有 其實這雙顏色我自己很喜歡 本身這雙Mask的設計是基於AJ6 所以它另一隻配色是白色紅色 這雙是黑色 還有一隻是紅白藍色的 好像是新的 其實它的顏色設計配搭都比較特別 外觀就像AJ6 其實AJ6都蠻漂亮的 所以大家喜歡鞋底配成這樣 就是原反個人喜好 其實為什麼我這雙鞋穿得這麼少呢? 其實我開頭原本買回來 打算用來趁衣服逛街穿的 但是發覺實在有太多強勁的地方 令到我沒有可能做這件事 首先講一下鞋底方面 鞋底其實它主要前掌部分 我相信是什麼鬼都沒有的 後掌就配了這個很大的270 Air Unit 因為Air Unit 其實我想Air Pressure 是比正常的270是大些的 就是你看到Compression 是沒有那麼容易按到的 我想主要是因為籃球系列 我亦預期這個Air Unit 的Compression 會在哪幫17都會有些 大概這個硬度的 不會去到本身270那麼軟 我想這個是OK的 我覺得後章策略都OK的 但是前掌這雙鞋 真的硬到一個點呢? 其實它背中的鞋底的 有點像古風的設計 本身有很少的Hairburn Pattern 有少少不規則的紋在這裏 這個Unit 裏面這個位置好像是中空的位置 這個位置好像是中空的透明 我看到透明的款式就看得清楚一點 Grow in the Dark 這個款式就沒那麼清楚 Grow in the Dark 就是你晚上的螢光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說 其實穿晚上的螢光鞋都不太螢光 除非你黑到黑漢漢漢 所以你買來一場騙自己開心 其實都沒什麼用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 鞋底也挺硬的 所以我想內磨程度OK的 不過整體應該都是 我來逛街用 其實這個底有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鞋的鞋底很重很重很重的 重到一個點就覺得你可以拖一些東西走路 所以這個是我頗不喜歡的地方 我怕那些底下太重的鞋 好像經常穿一步踩一步 向前踏一步 向前踏一步 向前踏一步的感覺 我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穿著20多步 我都穿不到你逛街的原因 其實隨之之外 你會看到這雙鞋底很硬 我覺得它中間什麼都沒有 但它的抗扭是怎樣的 你看看 我完全摸不動它 它是超級實的 這個位置平時有些鞋子 你會看到字母歌 就知道什麼叫軟 只是亂摺都可以 這雙鞋子是怎樣都摺不到的 它的鞋子本身 在一個沒有抗扭片的情況下 做到這麼硬身 你可以想像是穿著前掌 穿著多硬的 所以 如果某程度上 你問我這樣的設定 真的未必好穿的 其實 不要再嘗試 就這樣穿也不會好穿 那麼多鞋子 我只會帶著腳 我覺得這個皮面 我只會很喜歡 我很喜歡黑色的皮面 古風人就很喜歡這些設計 如果有紫色就更好 但是這些就沒有 黑色的皮面 本身都很厚實 整個鞋子 由前掌到後掌 內側都塗了黑色的皮面 純粹用這個物料來說 你覺得很Premium 但是重量來說 也是非常之重 透氣程度也非常之低 其實Sway面 是這個例子 就算鞋面有很多洞洞 我相信的幫助都是不帶 如果真的要穿 可能是冬天才穿 要不然是熱到抽筋 我覺得這個設計 這個Tick的設計很特別 因為它特地在網面裏 做這個Tick 就可能跟原版的 綠袋這款 有些不同的設計 但是後面的效抽 也是相似原裝 其實它有些承計了 風格 但是 加上一些現代元素的特色 去做這個設計 可能現在是喜歡這種Fusion 的 後掌這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的TPU 都很硬 所以不用怕後掌的位置 不夠實 就算它的TPU 不是有很多球鞋 去到這個位置的高度 它的後掌位置都很實 它的包裹 上半部分的包裹 雖然這裏不太硬 但是本身Sway面的彈性不大 只要你把鞋繩綁得上 這兩個洞 其實通常都會有一個 非常不錯的承托效果 其實我一般來說 認為皮夾和Sway 是實正過用這面的 不過這面的重量問題 也減輕了很多 所以 即是解決了很多輕重量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組織上 要下的功夫 就一定比原裝這些鞋帶 所以現在的鞋 就不算在這面 但是很多時候解決不了這些 保護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老洞的人 不介意重 還是打養生波 有時候 即是老洞的鞋面 可能是適合多些 即是好像一輛車性能 沒有那麼好的車 但是坐得舒服些 我覺得這個整體上 穿上去沒有太大 即是在表面上 是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 特別古怪的東西 但是整套鞋本身是很重的 所以你走每一步 你就當作訓練自己的腳力 你一步一步都是重的 就沒有任何 現在的避震又不夠 所以 其實 穿了二十多步 可以等下 抹乾的鞋 是有絕對原因的 那 我覺得整體的造工OK的 膠水位都算少的 不算整套都很差 但這對整體造工算得很帥的鞋 我覺得穿上腳會比較buky 這是你需要留意的地方 即是它的外形 絕對是不省的 絕對是不穿上去 比你正常的鞋大隻 沒有去到像Dawn Issue那麽誇張的 但是呢 它也是穿上去偏大隻一點 如果本身是大腳白的 你再穿紮身褲 或者短褲 你就自己要考慮清楚了 那這一點呢 即是 你會不會穿上去龍船那麽大呢 那就要留一想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 除了我自己喜歡的外形 喜歡它那個 其實有一種 就是一個 螢光綠 我自己想 想試的 那但是 你問我 推不推介給大家 我可以說 絕對不推介給大家 除非你很喜歡 那或者 它減價都不好買 即是 你一定要很喜歡這個款 那我現在變成 我買回來 現在就穿到我去存 那最多只可以存 那這雙鞋這樣 其實真的 沒有什麼穿外出的理由 其實原格來說 即是 非常之 不好穿 相對現代的鞋子來說 那所以我就覺得 即是如果大家很喜歡這個樣子 也都不介意 買來坐 買來坐 那樣 也都沒有什麼 re-send value 即是你原價買出去 都有困難的 所以呢 就真的要考慮清楚 即是很慎重地考慮清楚 除非 即是好像我那樣 真是辛恨那樣買了就算了 那我呢 就不是說 給大家 即是叫大家去買 買來穿的 純粹大家一起我買 大家欣賞一下 那今天就去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這裏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和Channel 這樣就收回相關資訊 拜拜